好萊塢編劇們晚間雀躍 慶祝因為持續近五個月的罷工 終於和資方達成初步協議 從上週展開麻辣市談判 與美國主要片商簽訂為期三年的新合約 調整薪資人力還有AI的使用 相應這波罷工的有一點一五萬名影視編劇 造成整體產業至少五十億美元的經濟損失 現在脫口秀可能先回歸 但拍片還得等 男星提摩西夏樂媒主演沙丘 第二部宣布延到明年上映 另外戈吉拉續集黨期改到同年四月 編劇復工每股週一大型媒體企業 股價在早盤上揚 但隨後回途漲幅 因為好萊塢演員罷工還沒結束 16萬名演員當時響應編劇同時停工 現在編劇工會達成協議 演員們也有望跟進 不過加薪幅度恐怕還是勞資協商的最大問題 TVBS新聞總不倒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 報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